爆,我希望爆 就是用一個很爆的題材 很爆的image 去爆醒一些本身不太關注 這些保育發展議題事情的觀眾 惡搞小子拍Cosplay少女 陳東北不怕女 今天其實我這套粉紅色西裝的造型 就是我一套《思浪潮》短片 《心跳回憶》裏面的一個角色的造型 《心跳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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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開始的《仙浪潮2012國際短片展》 有這套很爆的作品 你們是甚麼人 我們是Heartbeat Body A 我們是保育界的偶像組合 在這裡打完林鄭 正正是導演林子佩想做到的事 他們就是有一個 好像被人利用的工具 一個粉色太平的工具 Happy48就是 但這個工具有很多粉絲 有很多市民喜歡他們 為甚麼呢 因為我經常覺得很多市民 在不知不覺裏面 都會被堂衣握了 這是誰 這是新潤情商場 LGQ 新潤情商場 我將那套老龍書 其實我心跳這件事 是借代了一些經濟價值 譬如我們說一些田、一些農地 沒有了經濟價值 代不代表我們要拆掉他 代不代表他從此被判死 就要被消失 我覺得不是的 因為我們在那裡住的人 在那裡生活的人 對他還有感情 有一個回憶在這裡 即使他沒有了心跳 即是經濟考驗 終於惡搞的他 成大畢業 去做集資記者 就創作了獨男葉姐鄧出來 拍片介紹老店 但無緣無故轉去做保育 就是因為今年初 參加馬寶寶農場生態團 一晚見到一千隻 她最害怕的青蛙 令她很難忘了 於是動員親朋妹妹 組成美少女兵團 獨男還一夜變英俊 辭職 專心拍攝這一部 心跳回憶 為了背後的大意義 剛巧我們拍這部影片的時候 社會上出現了 東北收地爭議那件事 亦鬧得非常刺激 希望我可以藉著這部影片 亦幫助他們 令到更多人去關注 保育發展的議題 以前嗎? 這裡有很多好東西 我現在看完了